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上海糖醋排骨 那醋呢 我们用镇姜醋 或者你可以用山西橙醋 排骨呢 用勒排最好 那我们用500克勒排 那勒排呢 就是这样 没切的时候呢 它是一整块 那切开以后呢 它每一块 都带着这样一根骨头 这种呢 做糖醋排骨是最好的 那我们给它洗净好以后呢 直接就下一勺料酒 半个teaspoon 大约是两三克的盐 再两大勺的淀粉 用不着非常精确 这样给它先拌匀 这样捏匀它 不要飞水 飞水后呢 不容易上浆 但是呢 你可以用清水稍微浸泡一下 泡出点血水 捏匀后呢 就可以开火挤油锅了 放可以炒两到三个菜的油 油热后呢 油热后呢 我们放几片姜 擦擦锅底 排骨下 给它稍稍铺开一点 不要推在一起 也不要急着翻锅 火力也不要太过满 差不多单一会儿 一两分钟后呢 我们周子翻一下 白色面朝下 白色面朝下 再让它这样煎个一两分钟 那接下来呢 排骨就会一块一块分离 不会粘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慢慢煎炒 那这个过程呢 如果你家里不用这种炒锅的话呢 你就可以放在停骨锅上煎 这样升铁个十来分钟 锅底一直保持干净 直到排骨变得有些金黄 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油取出 或者呢 你可以换锅 剩下的油呢 马上炒菜炒掉 那你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调糖醋 按我们上海菜口味 是放两个tablespoon的糖 大约是三十克上下 先把糖油化 然后再加两个tablespoon的醋 转大火 快速翻炒 拌匀拌匀拌后 就可以装盘了 那你可以当冷盘 或者热炒都可以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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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